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几个课咱们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异常处理 对吧 就是在程序上线运行过程中 对吧 可能发生的意外 而这种意外正是我们在软件设计者 考虑到会在某些情况发生这种情况 又写了一些补救措施 对吧 当发生这种意外 直接到什么补救措施那会儿 让程序不崩溃 对吧 也就是让用户感觉不到 这个程序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 就像咱们比如说有电信网通两根网线对不对 那有可能说有问题了自动就切换到另外一个线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像比如说咱们上楼的电梯如果出问题了 咱可以走楼梯 是不是就备决方案了 有异常咱们去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这就是程序的异常处理 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异常对不对 但是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那这是上几次我们写的代码和它的工作原理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呢 就是这抛出异常这块 我怎么写呀 如果像这样写的话 你看像这样写的话 程序永远都是早上起床开始上班异常到备胎 换备胎到这对不对 那就像每次运行都换备胎对吧 而这种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这需要是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是怎么发生的 这该怎么做呢 当然咱只写的简单的结构是不想写的 比如说后边咱们会写程序 会写多个 针对什么功能 咱们会写什么类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定义什么类文件 那定义任何一个功能方法的时候 咱们都会判断 如果发生这个问题 抛出这个异常 如果发生这个问题 抛出那个异常 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掉这个方法的时候 有异常的直接就自己就抛出了 用判断去写 对不对 对吧 那判断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异常出现的条件呢 对 那假如说我这样写 你看 假如做一个标记等于 真值等于假值吧 看一下 咱随便抹一个 那这话 如果这个标记变成什么 变成真的时候就意外发生 对不对 咱们可以用程序判断 这么来完成 对不对 现在你看 标记是假 现在有问题吗 印象一下 是不是 没问题 如果在某一情况发生问题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假如说 压到钉子了 对不对 压到钉子它就变成针了 对吧 然后 是不是就抛出异常出现这个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在咱们自己写设计类的方法里边 把这些什么或者设计函数的时候 把这些什么的写进去对不对 然后考你根据你考的情况你的判断 如果比如说咱们再写 如果打开一个文件 这文件被别人误伤了 是不是意外啊 那判断这文件如果不存在 怎么的 抛出异常 如果存在怎么的 就不抛出异常 是不是可以这么多 对吧 所以这根据一些意外情况咱们去考虑就行了 那咱们能不能做成自动式的呢 自动式的一些抛出异常 对 记不记得咱们前几节课说过错误处理 对吧 那错误是不是有错误报告 有 那错误报告是不是发生错误的时候主动提手的 对吧 那咱们能不能将系统发生错误报告那些咱们想要的级别上的东西 对吧 比如警告级别 如果发生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异常 对吧 这个异常咱们要是有解决方案 行不行 可以自动做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要记住异常处理 咱们怎么做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将系统 假设咱们让系统自动发生警告 就是代码是有警告的问题 就让它抛出异常 对吧 那这样做咱们怎么设计 还记得咱们前面讲自定义错误处理吗 是不是讲过 记得随便写一个方法 但这种方式在P2P用的 有这样用的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去这么做 好吧 或者说这样用的一些好处 比如发生 记不记得咱们自己写异常 MyE RROR 我的错误函数 对吧 随便的写了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 这里边还记着 第一个是错误的类型 对吧 第二个是错误的消息 第三个是错误所在的文件 第四个是错误所在的行 是不是这样 将这个函数注册到哪里边去 P2P里边去 这样我们才可以用 怎么注册呢 使用SET E ROR H A N D R E R 是不是这个 然后里边写上咱们自己的 My E ROR F U N 是不是写上这个函数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函数 是不是注册给P2P了 当有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反省 假如说这块 我这个地方不行 你看 比如说 调一个R U N 对吧 一个函数 当然这函数假如说有 就是开车逆行的一个 对 逆行一个函数 对吧 里边假如说有一个 开车的一个驾驶的一个 驾驶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你看 我现在这块 调用这个方法 驾驶的方法 但是呢 运行的方法 但是你没想猜出 是不是一个警告 有警告 是不是就到这里来 对吧 其他的等假如说不处理 那你就根据类型判断 如果 类型 等于 E下发现 警告 WA 警告那词 A R N I N G N I W A R N I N G 对吧 警告 你看 如果类型是警告 我们在这里怎么办 对 你有一个 T H R W 你有一个 T I C P T C P 对吧 嗯 发生 问题 也就是说 出 出现了 例外 对不对 也就是出现了异常 如果有警告的就发生意外 对不对 意外的消息 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让他连接一个 文件这里边 这个意外 再 文件这个 可以提示 对吧 你看 是把这三个仓人传过来了 有警告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触发他 触发他的话 是不是就会抛出一场 对 抛出一场 我们在这儿画 你看 我们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 早上起床 怎么 开车上班 对吧 然后这块 如果我存个参数 输出 到了地 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结构 假如说我随便写一个 这块写上 你看 如果正常我存参数 是不是就没问题 早上起床 开车上班 然后执行这个 是不是执行这个 也没抛出一场 然后到公司 你看一下 结果成绩代码 是不是挺好的 就执行了 对不对 那如果 咱们在写成绩的时候 什么 忘川参数了 忘川参数是个警告 对不对 警告咱们这块 会不会 到这里边自立数联 发生警告的级别 是不是会抛出第一场 那么程序是不是崩溃 抛出一场 并不崩溃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你看 早上起床 开车上班 发生问题的出面意外 在哪里丢了一个参数 对不对 然后换上被台 继续开车上班 到公司 对吧 通过这种自定义 错误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完成什么 完成 让系统任何一个报告级别 都可以抛出 我们想要的一场 然后遇到问题 然后遇到问题 我们去把这种问题给解决掉 你也扔进了 当然了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只是换一句话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这里边调用的是任何类 任何对象去处理 也可以是函数去处理 都是可以的 对吧 咱只是在这方面写功能 用了一句话表示 对吧 那这就是异常处理 和怎么样系统的报告级别 能和我们异常处理 结合上 就使用这种自定义错误 在这里边抛出一趟 听懂吗 而我们自己设计类的时候 到比较好写 后边咱们会先要的介绍 好吧 好 这一刻我们就 见到这里 这一刻咱们就介绍了 如何要自定义咱们的异常 让咱们的异常处理 和咱们自定义错误 那个系统的报告级别 关联上 对不对 让它形成自动的异常抛出 好 谢谢大家 这一刻就到这里 再见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 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